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分享全接觸的直播環節 身邊嘉賓是郭Sir和我們聊天 郭Sir 你好 你好 博通了九龍總行同事Samuel 你好 我是Janelle 視訪現在升104點 暴21,939點 這兩天視訪很轉回 你那邊的客戶是否入市比較樂觀 樂觀一點 今早趁高有些客戶就高了 明白 聽聽第一位現場客戶的電話 你好 Hello 請問你是 我叫方 方先生你好 想問兩條問題 第一就是 基建股現在買不買得過 買哪隻好些 第二就是 我見友邦都在高位回落很多 想看現在是否買入的好時機 好 兩條的問題 我們先看看基建股方面的情況 好像中國中車為例1766 股價來說 在香港這邊升2% 左右報9.85 不過A股 隔早前已經升平牌 另外 其他板法 例如其他股份 1800 或者390 等等 今天來講表現都不錯 暫時未有貨 如果要買入的話 又選哪一隻好些呢 其實都是 基建的都是幾隻 中交建 390 中鐵 總鐵 1766 諸洲南車 3898 和最近上市的 中國通號 3969 如果要選擇的話 我都屬於中交建和中斜 因為內地的基建 其實經歷這一次股市下跌 我相信 政策的投放 將會更加多 包括一路一帯 也有利基建股 不過一路一帶是講幾年 不是說 今天一講 馬上可以大升 早前相關板塊升得比較明顯 是因為夾雜投機炒賣的成分 但經過一輪下跌後 近期的低位 我自己覺得 追沽壓力已經不太大 如果抱著中線的心態 簡基建股是對的 就算日後市真的有機會從前升浪 基建股 我自己看應該是其中一個星市的領航股 整個板塊 如果要選擇 1800的中交建和1766的中車 我是屬於這兩隻 你可以再參考 另外最近上市的中國通號3969 其實是鐵路系統的安全技術 像港鐵或其他機鐵 一直走 為何這麼安全 因為有個安全系統 3969中國通號 是全世界最大做這個安全系統的 這個當然之也可以考慮 總的來說 就不要抱著短炒的心態 因為近期的低位上你已經十幾個百分比 如果你希望今天買下個星期一走 可能你會失望 中線反而沒問題 後位買吧 OK 另外我問了 有幫保險編路1299 早派大跌市這隻曾經在40元邊有機會給我們買 不過現在升了上來 升2%去到43.4元 比起之前50元高位 其實現在還算便宜 究竟何時可以去部署呢 我比較保守一點 有幫以前的賣點 因為他的業務100% 在亞太區 應該是99.9% 亞太區 亞太區受惠於美國的 QE的量化貨幣政策的主導 不少錢流入 很多地方的新單的銷層 都是很理想的 所以發覺有幫的股價 越升越有越升越有 去到58.2元錢最高 市場比金的股值也比較高 但近期來說 由於像印尼、馬來西亞的貨幣 已經跌回到98年低位 即是資金撤離後 引伸到美元強 而當地的貨幣是弱的 對當地人來說 他正在賺的是當地的貨幣 美遠強的話 去供新單的時間 要供多很多錢 所以 新單的銷層在第三季和第四季 是會放慢的 要計算這條數 但始終有幫在恆指成分裏 佔的比重有6.65% 如果恆指逐步向上推升的話 作為恆指成分股 一定是受到相關的買盤支持 都會走一段上去 但講基本因素 跟去年或早前來比 其實是有少許失色的 包括內地如是 過去一段時期 新單的銷層是很理想的 但未來一段時期 我想會略為差一點 便宜一點點 中線部署 我沒有意見 但如果單單是說 市有機會再向上行的話 我想就要選擇的話 可能 或是 94的中二 甚至其他的 一些成分股 行的步伐 會比他快點 包括長和 我都不知道 方先生有否其他想問 OK了 好 麻煩同事Samuel 是嗎 是 下一位現場候補是 黃先生 是嗎 好 是 你好 是 黃先生 你好 郭Sir 在這裏 Hello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最近內險股公佈了中期業績 想問一下 買2318號 還是2628號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想長持股票 現在這個時機買5號 還是1398號 OK 兩條問題 內險股方面 2318 剩2628 兩隻來說 最近早上了一些 尤其是國壽 升了 這兩天急升 升上去到27.4毫半 因為業績 都真是交到下功課 暫時又如何部署 二簡一 正還是兩隻 都可以買一點點 其實 終期業績 是說的是上半年度 尤其是投資收益 當時是大幅度回撥 很亮麗的 但是 第三季 大家看到 內地股市發生什麼事 其實調整了真的不少 第四季展望 亦都不可能 好像第一、二季 就是這樣爆炸性 全年來說 當然會比 上年度 為好 但是 增長的勢頭 不會像中期那麽厲害 這點心理準備 至於 傳統的 聖誕、受險、銷售 可能因為財富效應的蒸發 亦都會略受虧限 總的來說 我想 勢頭無論如何 不會像上半年度那麽英俊 二選一 平保和中人壽 如果真是兩隻 我選一隻 我會選平保 第一 股價大家都跌了那麼多 第二 平保除了一些 受險業務之外 還有一些金融業務 不過 現在這分鐘的賣點 絕對不會像今年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那下這麽厲害 因為內地的股市 即使這兩天有少少回升 都是跌後技術上的反彈 相對高台來 其實已經跌了不少 中線少少的部署 分階段碼問題不大 如果抱著短炒的心態 老實說 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 都不要抱得太大的憧憬 比較好 OK 另外就是看匯控方面的情況 早派來說 創過52週的新低 去到60邊的位置 升上來的 這裏又是62個欣 另外一隻 就做個比較1398公行 4.58 暫時就跌3% 1398公行都出了業績 增長不夠1% 順利方面 兩隻來講 2選1怎樣去部署 長線的 2選1我選匯控 我選匯控 首先來講 就內地的內銀股 其實來講 因為經濟的不明 其實增長在 第三季以至第四季 都不會太過量例 當然知道 市盈率估值是比較低的 以及息率也很吸引 所以造就了 有不少人 都願意將內銀 作一個中線的持有 但不要忘記 他們的步伐真的比較慢 尤其是 內地的經濟 受到股市的下跌 所影響 其實 銀行的壞帳 我相信 會有 有機會進一步提升 至於匯控 負面的消息都有 包括恒指成分佔15% 一直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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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今年9月份 只剩下10% 但問題是 去到10% 應該不會再減 始終都是 最大的成分股 況且以嚴格計 匯控的視障率只有0.8倍 息率也有5厘以上 只要一切不變 下一個週期性的上升 第一 匯控不會有 成分被減減這個因素 第二 就算瑞士那邊有個官司 罰10億15億美金 半年都賺130多億美金 一次過就罰了 其實市場已經反映了 二選一 我選匯控 近日 60元或者61元 其實都不算貴 真的不算貴 不過要有中線的心態 足夠的持貨能來才行 因為匯控是一個 上升初期 步伐會比較慢 可能市場的焦點 都會放在政策相關扶持的股份 例如好像 基建相關的股份 就會有多些買盤去運責 反而匯控 只是適合中長線的持有 如果二選一 匯控和公行兩隻選一隻 我會建議匯控 很詳盡 多謝先王之珊你的電話查詢 麻煩Samuel 麻煩你安排 惠惠 是 麻煩你安排 Thank you 好 拜拜 拜拜 OK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郭Sir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了 有兩萬元 好了 其實 農曇 農曇 農曇